哈喽各位全英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9月15号礼拜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小涨57点 今天早上震荡之后越走越高 显然因为美国的科技股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上礼拜科技股是比较弱势的 但这礼拜礼拜一礼拜二连续两天 这个科技股看起来表现是蛮强劲的 蛮不错的 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画面 其实最主要科技股为什么会回省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挥达 已经确定要400亿美元去买这个安模 包含像这个抖音的部分 抖音也被美国政府 被美国总统川普强调强迫他 扮强迫他说如果你不出售美国业务 那你就把你赶出去 所以这个地方抖音他就心不甘情不愿 找很多这个卖家 找很多买家 那希望能够跟他谈合作 那当然他找到这个甲骨文 甲骨文是一家软体商 那后来也跨足这个伺服器的业务 好那当然在这个两大科技公司 有一个并购或者是一个合作的传闻之后 当然最终还是需要各国政府的一个同意之后 才能够进行一个合并 可是科技股因此也受到了一个激励 所以当然也对于我们台北股市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激励的一个效果 好那我们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其实是一个比较偏多的盘 偏多的盘 今天小涨57点 虽然只有小涨57点 但是今天大部分股票普遍是收涨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个盘呢 早上一开始在开盘的时候 是有点胶着的 可是我们经过 我之前有教过大家这个判别方式 大概你只要看到这个9点半最晚大概10点以前 大家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盘约略的方向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个盘式 从这个图面上很清楚看到 早上开盘第一个小高点出现之后 打回来有一个第一个小低点 可是很快的这个第二个小高点 他就突破第一个小高点 再一次回撤的时候 这个低点没有跌破第一个小低点 所以当他后面再度往上做一个走高的时候 他就已经出现了第二个高点或第一个高点 那第二个低点也没有跌破第一个低点 那就确认到10点以前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盘是一个比较偏多的盘 偏多盘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盘今天是比较偏多的嘛 那整体的架构确实到尾盘 他也呈现一个收高 也呈现一个收高 虽然只有小涨57点 但是这个架构呢 其实有点是强的 没有错 但是又没有那么强 又没有那么强 为什么呢 因为成交量 成交量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盘如果要攻击 一定要超过多少 1000 超过这个2000以上 2200以上 会比较明显攻击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盘多少 今天才成交1857亿 量其实又缩了 涨的时候量缩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追价力道不足 投资人没有信心 投资人会害怕会恐慌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为什么你会恐慌 为什么你会害怕 大家为什么信心不足 普遍台北股市今天 大概都是在涨1%到跌1%之间 因为涨1%的多少 488加 平盘有227加 平盘到跌1%的有405加 这个合起来台北股市 1700档股票 大概就1000档左右 是在这个正负1的这个范围之内 好 所以整体看起来盘涨比较多 因为862是涨 跌是625 可是中位数大概落在涨跌 大概1%的范围里面 那今天上柜很明显也比较强 上柜是涨0.54% 上市涨0.45% 那上柜中小型的 有开始慢慢的活起来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类股部分 生计股是比较强劲的 那有一些钱又跑到生计族群里面去了 好那整体看起来 这个K线图的部分很清楚了 你看下面成交量 是不是每天都生现量缩 大家越来越没有信心 可是其实盘是抢的 全值股是在往上走的 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的 这个盘抢在哪里 抢在高价股 抢在这个华为的金银 不是今天生效吗 但是华为金银今天生效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 相关的华为概念个股 其实它是走高的 像洪杰克今天也算是强劲的 这个地方洪杰克往上走高 就有点那种利空出境的味道 当然我们看到 大盘的K线图连续两天 它是突破5日 10日 20日均线 现在缺点就在于什么 到底能不能突破13031 这个高点 重点就是你要看下面成交量 能不能突破2000以上 而不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来到1800、1900甚至于1700 这个就太小了 这样子盘一盘之后 就算突然往上注意的功高 它也会打下来 所以成交量绝对是关键 那投资人没信心 投资人没信心 到现在就是没信心 所以量一直说 可是我要给大家信心 为什么我们敢给大家信心 在9月份的下半月 上半月我们已经跟大家报告过 说这个盘就是一个震荡盘 是一个震荡盘 信心来自于哪里 三大原因 你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5盘升值升到多少 大升2.56脚 大升2.56脚 中午收盘 占收29.23 那这个是每天 几乎都有看到这个二字头 29.2多 29.3多 那为什么会这么强劲 因为国际热钱不断的 涌到台北股市来 涌到台湾来 那我们知道其实全世界目前 各国的这个刺激方案 振兴方案非常非常多 可是你觉得这个振兴方案 刺激方案 它有流到这个实体经济里面吗 也就是我们日常 十一住行娱乐里面吗 其实这个不能说没有 是有的 但是相对有限 相对有限 一般的老百姓 没有做投资理财的人 他没有感觉 他没有感觉 可是呢 有在操作股票 有在投资的人 他就会有很有感觉 因为其实整个从8500.1来 到9500.1到1万 1万1万1万2 1万3 其实很多股票 他已经涨了一倍 涨两倍 甚至于有人涨三倍以上的 假设买到这个什么 疯狂乱标的 假设像美德意 什么各种的DR股票 哇他涨了涨半天 那一般的股票 至少又涨个两倍以上 所以就会非常有感 那因为热钱都涌到 这股市里面来了 好 那所以这个 国际热钱不断涌入情况之下 台币当然就走深 再来是这个出口商炮灰 出口商他出口赚什么 赚美金 他必须要把美金卖掉 他看到美金是在走弱的 美元指数在走软的 所以他急着把美金卖掉 去买台币 那买台币 台币就更往上做一个升值 再来台商不断的 因为美中贸易大战 那当然这个在中国投资的台商 陆陆续续有一部分 他可能转往东南亚国家 有一部分就回到台湾来做投资 所以 瑰鱼返乡 国际热钱涌入 出口商 抛惠就是卖美元卖台币 当然在在的进一步的推升 这个台币是往上左右走高 所以即使今年台北股市 外资他是卖超的 台北股市今年是外资是卖超的 那谁买 谁买 这个是政府八大关股行库 再来散户 散户融资也买500多亿 那再来投信 所以外资今年3月份到现在为止 其实外资在卖1900亿 可是我们看到关股 看到投信 看到融资 大概就买了1700亿 在这种情况 这个内资成为安定的力量 成为安定的力量 那热钱不断涌入情况之下 对于国际股市 对于这个台北股市 新兴市场 会有一定的支撑力道 而这一笔钱 这个是挡都挡不住 你看这个 我们的央行总裁 这个杨总裁 你看他说 油资多到报表 多到报表 预估这个礼拜 在美国这个联储会开会结束后 隔一天 礼拜四 我们要召开这个央行理监视会议 利率还是维持 就是继续不变 持续冻结束 为什么呢 钱太多了 所以你看很多金融机构 很多受险资金 他要买安全的 买稳的 他去买这个政府公债 借钱给国家 买国库券 这个相对安全的 可是没什么利息 好他就是要赚这个安稳的利差 甚至于有银行像央行 就是我们一般的民营银行 或者说政府的银行都可以 他向中央银行 就是银行中的银行 去申购定期的存单 申购定期存单 这个余额高达8.35兆 高达8.35兆 所以这些钱 他都存在非常低利率的一个商品里面 创始上新高 你就知道市场上的钱真的是多到爆炸 挡都挡不住 一直不断的涌入台湾来 好那当然你看到这个台币的汇率 那当然很多人如果你没有看仔细 你就觉得说这个台币是往下走 是升值 那你顶多看出来说 每天就是央行 这个最后一盘都有主升 盘中出现升值来到29.3 甚至说接近升到升破29.3到29.2多 但是尾盘都把它打到29.5 29.5附近 那打到29.5以上 可是昨天 昨天收盘 你仔细看中间画那条线 昨天收盘的位置 收盘的位置 他是收在29.5以下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失守了 他之前从7月8月9月到现在9月中 一直不断的要挡住的29.5 这个关键价位 那这关键价位失守之后 会不会慢慢的往29靠近 有可能 因为他挡不住了 否则他之前在7月份8月份 已经挡了两个多月了 已经挡了两个半月了 为什么在昨天他会失守 等于说会进来的力道 热钱进来的这个数量真的太多 他没有办法挡住了 好 所以再回到 我要跟大家表达的一个重点 股票市场里面 观念很重要 其实这个是德国股神 叫科斯托兰尼 科斯托兰尼 他讲过一句的经典名言 他写一本书 叫做投机者的告白 一个投机者的告白 他面写一句经典名言 就是行情等于资金加行李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其实股票会不会涨 除了公司的基本面以外 他认为他的观念 当然我们会知道有些股票 比如他没什么基本面 他也是喷翻了 他也是乱涨一通 为什么他会乱涨 就是资金 钱很多 有钱进去买 还要炒作 就喷 当然我们是在研究公司 我们当然在研究这个股票 我们原则上 我们会希望买到 买的公司不是纯粹靠筹码 不是纯粹靠这个资金 进场硬拉的 我们希望买到的是一家好公司 产业现金好 由未来展望的 这家好公司 那这个资金进来之后 他才会走一个大行情 大波段 那台北股市下有没有资金 有啊 热钱不断涌入 我刚给大家看了 台币已经升破 这个重要的房线29.5 而且央行挡都挡不住 好 那这个地方钱有了 再来就是心理 什么叫心理呢 就是投资人的心理 你自己的 你对一家公司 你看的如果是这个股价 但股价每天会变动 可是公司的营运会每天 出现剧烈的变化吗 不会吧 如果你有开过公司 你如果是中小企业企业主 或是你是这个医生 你开这个诊所 你会 你的这个 每天的这个 营业状况 会差距很大吗 当然 从年度来看 可能会有大月小月 可能会有旺季淡季 可是公司的营运 长期来看 原则上这个波动 是不会太大的 除非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所以股票 我们看的是公司的价值 所以行情 这股票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资金加心理 所以要有钱 要有这个投资者 你的这个心理素质也要够强 那你买这个股票之后 你知道公司的价值 你就不会轻易的 被这个股价变动所影响 好 那心里面 我们再从心里面来探讨 VIX往下降了 当然我们在8月11号 12号13号 到这个8月底 我们跟大家报告说 这个地方VIX慢慢往上走高 当美国股市在创新高的时候 创历史高的时候 VIX也在往上走高 它暗示着会有波动 波动会变大 有人在恐慌 有人在避险 结果我们看到上礼拜 科技股是很明显的往下跌 可是刚刚科技股往下跌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当科技股往下跌的时候 恐慌指数也往下跌 他VIX也往下走跌 他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心里面不恐慌了 心里面不恐慌了 所以他才往下跌 而且他把这个长虹黑棒 最恐慌拉起来那一根的最低点 通通都跌破了 那就代表说市场又回归于平淡 波动度又回归于平淡 那股票市场多头又开始慢慢慢慢的 又往上做一个走高 又回到个股表现的一个状况了 好 那当然个股部分 我觉得很多投资票在看股票 当然我们这几天 都像昨天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说这个永贯 也跟大家报告这个什么 这个3437的融创 结果像今天这个永贯看起来就弱势一点点 下跌跌2块3 那就会有些投资朋友感到比较恐慌 比较担心 那我仔细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张标的 我们简单 这个基本面我们讲很多了 基本面你们也知道 那我们简单从技术面跟大家探讨 因为你们喜欢看价格 你们不管公司的价值 我们就从价格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你仔细看一下 上面1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根红黑棒之后 后面两根黑黑棒把它吃掉 很多人这时候就觉得说完蛋了 这个是这个长黑吞噬 结果后面一天两天 第三天又一根长红黑棒 又创新高 来到2的这个位置 2这个位置创新高之后 有些人就跑去追了 就连跌两天 有没有 连跌两天就算了 把红K的最低点也跌破了 2那根红K的最低点也跌破了 还跌破月线 跌破5日线 10日线 跌破20日线 全部都跌破了 2大家就很恐慌了 就完蛋了 可是后面一天两天三天 又往上涨回去 你看三那个点 三那个点也是长红K棒 隔天跌下来 有没有又把长红K棒吃掉大半 然后后面还把整个长红K棒吃掉 四那个点更恐慌了 四那个点一出现之后 破线 又一次了 2那个地方 5日10日20日全部跌破 四那个地方也是5日10日20日全部跌破 结果隔一天才隔一天 全部收起来 它又站回去5日10日20日 当然后面慢慢的慢慢又往下滑 从线形来看 你确实会觉得 这个好弱 今天又跌破 这个往下走低 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红K棒又吃掉了 大家又恐慌了 那是因为你看的是价格 你看的是线形 可是我是不是跟大家报告 我说你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请问它是在高档还是低档 没错 而且你仔细看下面 我画123 它的底部2的低点是比1的低点来的高 3的低点又比2的低点来的高 而且它是不是底部报大量 是一根量吗 不是嘛 是我们一直不断跟大家报告的草丛量 草丛量 而且很明显的突破相趋势线 那再来融创 我用融创当例子大家都更清楚了 融创你看1那个地方 它是跌破月线 而且把前面的这个多方缺口全部都补掉了 结果一跌破月线之后 隔一天两天三天 有没有连续拉了三四天 又拉起来 结果第二次 它又第二那个点 又跌破5日10日20日 又往下杀 大家又很恐慌的害怕 有没有到第三那个点 大家觉得完蛋了 又跌破了第一的那个低点 第一的圈起来那个地方的低点 结果就在你砍掉之后后面 连拉1根2根3根 又占回所有均线 有没有 占上去之后它又拉回来 就在第四那个地方 它又跌破5日10日20日 上礼拜五嘛 就礼拜一拉起来 今天TRUMP这个又把前面这个 这个黑K完全吃掉了嘛 等于说又回复了 把上礼拜礼拜三 上礼拜礼拜五 礼拜四礼拜三礼拜二 全部都吃掉了 全部都吃掉了 那今天是不是很接近波段高点 如果这时候突然拉1根长方K棒 假设它过26.3 是不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这股票不得了了 所以现在这个永贯的情况 是不是跟这个融创有点像 不只日线长得像 你从周线架构来看 也是非常非常像的 你看这周线架构 有没有 周线是打底部打好之后 然后突破颈线位置 再压回来颈线再往上走高 你们不喜欢听基本面 融创 像我们也跟大家讲很多次 就是他的第一季第二季小赔 而且赔钱第二季赔的变少 那你会说公司赔钱有什么好讲的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你对产业的研究 公司赔钱还有原因 我们看的是未来 那为什么他会赔钱 过去为什么赔钱 因为他打消他的公司的折旧费用 那再来是把传投资全部都打掉 所以会有产生消损失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损失是变小的 而且他的营收年增率 就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从今年的123456789 每个月都快速的大幅度的成长 第四季马上 你看金店明年有一季 10月份要投产 明年第一季产能全开 那你仔细看这个融创的部分 好帮我把它做画面放大 你看融创是鸿海集团 鸿海集团的这个双箭头 铁三角 铁三角就是这个群创 融创跟这个Shop 铁三角 好各拥一片天 好给我这组画面 好其实Shop 是这个鸿海郭董所投资的 那这个融创 他是做LED的这个封装 那我们知道金店 他是独家提供 精力给苹果的这个公司 在台湾是独家 是独家 而且10月份就要投产 所以我们看的是未来 就像我们看风电一样 我们看的是未来 是未来 离岸风电现在刚刚开始 在台湾未来 到2025年 2030年 总共要差600多支的这个风机 在这个 我们台湾的北部到这个 南部那边 那最主要是 在这个彰化外海部分 特别多 所以600多支 他这个是一个 非常长线的多头 就像明年有一滴一样 明年才要开始正式 大量的一个生产 所以我想投资朋友 有时候在做股票 你要看的是公司 未来的价值 价值 而不是公司现在的股价 当然股价会波动 那当然心情也会波动 不过我想投资朋友 你就做好准备 你仔细最近 不管你是 有没有参加我们群组的 有没有参加我们会员的 你一定都要锁定 我们股民当家的赖群组 没有参加会员的 你一定要锁定 赖群组或telegram 因为好久曾忘迪 好久曾忘迪 很快的 开始在倒数计时了 我们准备好要奋力一集了 即将我们要推出 复制8155博士 跟6441广定的 这个大波段操作的 这个第四季 精选的好股票即将要出现 那这张股票呢 我们是对他寄予厚望 那我想投资朋友 这个照我们说的做 就是把这个手上的现金准备好 时间到了 我们就带领交友成员 这个手握银弹 等待这个最好的买点一出现 我们就进场全力追个买进 好的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追个参考 也祝福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当家幸福理财 我们明天见啰 拜拜 本公司以往就细效不保 节目来破例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